今天我们辩论的主题是核四的存备 进行最后的节变 先请徐老师 台电核电的成本造价 它的这个每年都把燃料的费 偷偷藏在资产负债表 没有建厂等等经费 核电因为它的发电量大 所以它不得不当机载 它不可以随时开关 这是它的缺点不是它的优点 而且不保证它不会跳机 所以它需要用火力发电当被载 那火力发电的燃煤或者天然气 也不能不用 所以呢造成我们的被载容量过高 那当然容不下任何的再生能源进来 所以既不减碳也不便宜 那德国今年五月呢 太阳能光电曾经一小时发到2200万度 这个相当于台湾尖峰时候的三分之二 那德国特别讲 它因为做这些太阳能光电呢 每一度电多了0.6元台币 那这个是一点都不贵 所以有了核电 我们其他的再生能源就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 好来请李老师 我想强调一件事情 核电是一种选择 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 就是一个风险的选择 那可能对核能有意见的人呢 它太强调了另外一个风险 所以忽略掉了我前面所讲的核能发电 对于我们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对于我们价格的稳定性 不是贵或便宜 是价格的稳定性 对我们二氧化碳排放减量的贡献 所以核能发电对台湾来讲 是绝对有必要继续存在的一个一种发电的方法 那刚刚提到了说 因为我核能发电的方法 排挤了这个再生能源发电 我想刚刚徐教授一直没有回答我一个问题 他没有回答我说 台湾到底我们再生能源的潜力有多少 我们常常拿德国当例子 我们要看看我们土地面积的差异 我们要看看我们人口密度的差异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们要靠天然气 天然气真的那么可靠吗 我们天然气取得的量 谢谢李老师 我们请李局審长 我想刚刚台电副董一直强调 就是说我们会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核四财油运转 我在想说我们的三里岛 美国三里岛 车诺宝跟日本福岛核灾 这些发生之前 他们的公司是不是说 我不确认它安全 我不保证它安全 但是我要它运转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出事的厂 都已经都是之前 都有经过安全保证 还是出事了 所以再来我们就要谈到 所以才要考虑到 所谓的风险选择的问题 那刚刚李老师有提到说 那风险当然风险是有多面向的风险 所以要选择 但是李老师你也强调 就是说风险它是一个 如果说你把它 我不同意 但是你归约它是一个 哲学的问题 OK好 那要选择要怎么样接受这个风险 到底是要A风险或B风险 开放公投是非常合理的决定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 既然你已经把它上纲到 它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么透过民主的程序 开放公投 是我首先必须要说明 台湾电力公司对于再生能源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的策略是对于再生能源极大化 那么再生能源跟核能这两边并不互相排斥 我们台湾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 它必须要有多元化的各种形式 各种种类的能源来支持我们的社会 来支持我们的产业 那核市场是国家重大的建设 是我国未来能源的重要支柱 需要国人我们共同来爱护来支持 那么核市场它是以安全跟品质 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经过完整而严密的测试 虽然供期可能会稍微加长 但是为了安全这是值得的 那么台湾的产业也需要便宜而可可 靠着能源民众更不需要 更不希望电价调涨 好 我们今天合资辩论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四位来宾今天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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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辛苦 副总辛苦 谢谢 刘老师谢谢 大家有更多新的资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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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你也告诉我一家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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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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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